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一群中国人分成三辆车撤离苏丹战区 一路所见都是战争的痕迹 路边还不时见到烧毁的车辆 途中 他们有一辆汽车爆胎 这时有一伙武装人员路过 经过简短交流 他们得知这伙人属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也就是所谓的叛军 没想到 这伙叛军不仅亲自动手帮他们修车更换轮胎 还在等新轮胎送来的空档里 和他们热烈互动 甚至允许中国人搂着他们的机枪合影 说他们喜欢中国人 网上有种说法是 双方指挥官有不少都是来自石家庄或南京的军事学院 非洲军官在中国学习过的有很多 苏丹两派指挥官也很可能如此 前些年有张图在网上特别火 一条普通的红色横幅上 清楚地写着一排汉字 热烈祝贺我校校友穆拉图当选埃塞俄比亚新总统 2013年 穆拉图确实当上了埃塞俄比亚总统 这个学校也不是什么野鸡大学 而是北京语言大学 穆拉图本人也确实在那儿上过学 于是和埃塞俄比亚总统一起同过窗 也成为了那一代北语人的口头谈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国有一所非常低调的院校 在这个方面比北语还要牛 60多年来 从那座南京杨子江案的校园里 陆续走出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近6000名指挥军官和政府官员 其中包括五位国家总统 一位副总统 八位国防部长 一百多名司令 他就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培训外籍军官的历史始于1957年 那年3月 82名越南军官作为该学院第一批外训学员 来到中国参与深造 而在随后的越南战争中 享受解放军第一波教育红利的越南军队献学献用 地道战游击战等战术 让美军损失惨重 在教授外籍军官理论课程的同时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还与海空军等多个单位合作建立实践基地 给外国军官们接触中国军舰和战机的机会 中国近代战争的军事战略和思想 也自然成为了大家的重点关注对象 一度让他们痴迷不已 其中就包括了 从陆军指挥学院走出去的五位总统之一 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玛 1964年 35岁的努乔玛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接受了数月之久的深造 彼时的纳米比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地的黑人土著们 在南非白人政府种族隔离制度下 被当作牲畜一样 惨遭压迫和杀害 在非洲去殖民化浪潮影响下 努乔玛参与创办起 西南非洲民族联盟等多个组织 想要通过非暴力的集会游行等方式 反抗南非白人政府 直到从中国留学后 从中国近代那些伟大的战争 学习到了精髓的努乔玛 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学成回国后的他 立即创建了一支人民解放军 带领纳米比亚人民在非洲平原上 与南非政府展开了游击战 最终帮助纳米比亚赢得了独立 战争期间 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不仅帮纳米比亚方面训练战士 还提供武器和各种补给 这让中纳两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后来的一些重要的场合上 弩乔玛常常穿上中山装 戴上中式五角星解放军帽 来展示纳米比亚与中国两国之间的情谊 但它却不是中国军事外训的全部 中国开设了外训课程的军校中 就有国防大学和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等 在上世纪非洲诸国军官纷纷前往中国留学的大背景下 和中国早早建交的苏丹也不例外 而且来自苏丹的军官们 基本上都可以进入被称为中国最好的军事学院 国防大学 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奈何苏丹军人军事素养实在不高 据称一次不坦协同作战训练时 12位苏丹学生兴冲冲爬上坦克了 本来约定一起开到作战地点 结果在导航下 愣是将12辆坦克开出了4个不同方向 到了2011年 南苏丹独立 面对外训归来的北苏丹军队 南苏丹实在招架不住 于是也想派军官来中国军校进行培训 问题就来了 南苏丹和中国关系也挺不错的 中国至今都每年派维和部队 前往南苏丹展开维和行动 可又不能将南苏丹和北苏丹的军官们 都放在国防大学 那一见面双方不得打起来 于是就让南苏丹的留学生 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接受培训 但巧合的是 后来军队改革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并入了国防大学 结果南北苏丹的军官还是成了校友了 目前苏丹内战中落入快速支援部队手里的中国出口武器 包括FTC-2000教练机 WS-1B重型火箭炮 85-2M型主战坦克 以及40火箭筒 85式重击枪 CQ-5.56毫米步枪等 他们还拿这支中国产M99反器材步枪拍了不少视频 快速支援部队还使用中国制造的FN-6坚扛式防空导弹 击落的苏丹空军米格29战斗机 其熟练程度得到中国真传 苏丹内战最终可能还是需要中国出面协调 毕竟都是校友打架 当老师的最有资格调解 有一天你惹了祸不要把为师说出去就是了 尽管非洲诸国都在学解放军 但真正得到解放军精髓的还要属坦桑尼亚 多年来中国不仅接收了大批的坦桑尼亚军官 并提供专业的军事培训 而且还援建了坦桑尼亚军事学院培养本土军官 极大的推进坦桑尼亚军事训练正规化 坦桑尼亚是为数不多获得了全套中国武器的国家 陆军有59式坦克、63A27坦克、A100远程火箭炮 空军有K8教练机、歼7战斗机 海军装备了037型猎潜艇 也正是如此 坦桑尼亚军队无论是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 从训练演习到条令内务都深深地烙上解放军的印记 因此中国网友一直将坦桑尼亚军队称为东非解放军 1978年 邻国乌干达发动了对坦桑尼亚的侵略战争 可没成想 很快就被训练有素的坦桑尼亚军队来了个迎头棒客 在由中国生产的59式、63式两栖坦克和歼6战斗机支援下 坦桑尼亚甚至反推到乌干达领土 反侵略战争活活打成了侵略战争 无奈之下 乌干达只能寻求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援助 卡扎菲派出了数万人的军队带上苏式装备 想要帮兄弟找点面子回来 但谁知坦桑尼亚军队就连诱敌深入迂回包围这等战术都学会了 将利比亚军队引入卢卡牙北部的沼泽地带后 发挥63式两栖坦克机动优势 兵分两路 从南面和西北面包加利比亚军队大获全胜 除了正规的军事外训外 就连中国的阅兵仪式都被各国效仿 2019年熟悉的口号121 熟悉的持枪姿势 熟悉的骑步走出现在卢旺达解放25周年阅兵仪式上 在中国仪仗队对卢旺达参阅人员进行了数月魔鬼训练后 这才出现了之前卢旺达阅兵上的那一幕 细数一下 这些在中国军事院校留学的外籍军官们 其实不难发现 他们主要来自对华友好国家 在军事上 曾经的坦桑尼亚一无所有 中国也几乎一样 但在只有小米加步枪情况下 中国军队却依然能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样的经验对坦桑尼亚何其宝贵 为什么外籍军官愿意来中国留学 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在于中国开放的学习交流态度 不仅愿意将自己会的交给别人 也愿意虚心的同外国进行军事交流 也正是这样极具生命力的军队 才源源不断吸引其他国家效仿借鉴 让中国的小道条令内务大道战略思想 在非洲草原乃至全球各地遍地开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